歡迎今天的來賓 貝莉梅 耶 耶 還有肥哥 他已經不是他已經固定主持了 不是啦 是這樣子 沒有啦 下禮拜我們就會離開了 沒有啦 沒有啦 下禮拜我們就會看到片頭 多一個他臉的 你貝莉在那邊放假消息這樣子 腳本根本沒有提到肥哥 對耶 對啊 連吐甜Pekora都上來了 但是進來 好 你這個最近你的VP 謝謝大家 終於上線了 你今天是不是還有點 穿得有點像他 沒有吧 有啦 就是毛衣子沒有開口而已 有啦 然後把裡面穿 裡面直接整真的VP 怎麼沒有開口咧 我們現場請到了一把剪刀 先秒先秒 今天偏涼 今天偏涼 很冷耶 好 你這個VP 應該說這個VTuber的形象 你什麼時候開始有一點想要說 真的超久 去年底 去年底就要做了 還比我晚一點 我還沒弄 那你什麼時候 你到現在還沒弄 沒有耶 就後來現在覺得不夠好笑了 感覺實際有點過了 過了 那個笑點過了 沒有 因為 你弄 你是認真弄 你比較不會是弄好笑 不是 對 你是因為 你認真耶 年紀大了嘛 想做一個 說老實話是不是 沒有 你是會滿像 我們紫色的那個 我們紫色的那個女生的那個嫩度 跟你的那個 沒有 我這種時候要做VP 就是不想在實況上面 再做表情管理了 對嘛 對嘛 而且也覺得尬不贏了嘛 對嘛 尬不贏嘛 五聲 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對 喊不出來 一種倔強 一種倔強 這無法反駁 對嘛 連要講什麼都還講不出來 沒有 我覺得這是好 這表示你有在往前走 你沒有因為就是 對不對 沒有停下你的腳步 沒有放棄 沒有因為訂閱 沒辦法比別人多 就放棄了 對不對 那個怎麼超越 那個真的沒辦法 等一下看 這樣講都已經知道我在想 你有罵到嗎 最新 最高的 人家已經破案了 你也可以那個 是常駐破案 你可以歡迎加入妹妹幫 是不是 試試看 好厲害 先不用 人家五個 四姨 好猛喔 假起來多少 常駐破案 五四姨 二十姨 五四運動 超小 那個就是他了解 那時候VP想說 我想說阿梅這個策略OK 沒有 沒有啦 應該是讓大家 讓你自己 工作上也輕鬆一點點 對不對 我覺得是找一個 新的東西可以經營 因為我覺得就是舊的東西已經 就好像都差不多了 可是V這邊 就是這個虛擬的這個東西是 全新的一個領域 可是你不覺得 有些人會比較在意說 這個V是轉身V還是 我有解釋 我說我不是轉身V 這個就是我本人 因為其實我有給他一個設定 我覺得可以看設定圖 自己Cue 自己Cue 出來 自己Cue 這你自己寫的喔 對 這我自己寫的 我先從 我先從 怎樣 真的很有學生氣息 我是很認真 不是 我是真的很認真 在做這個企劃 因為它是一個很長期 所以我就還看網路上V 他們出道的時候 他們都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都怎樣 所以我就才幫我自己做了一張表格 然後它上面其實就有寫 就是我自我介紹那邊 自己有點小 但是我的設定是 就是這個它是一個魅魔型態 然後它會出現的時機 就是在我前一天晚上 被有人看太多Aman 然後太興奮的時候 隔天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過一段時間 冷靜下來之後 就會變回原來的視訊 所以是一個 淫亂馬二分之一的感覺 就是所以它其實 就設定上來說 它是我本人 只是它就是因為 你的另外一個型態的感覺 可是你的一個N心 可是你離魅魔好像有點距離了 不會吧 有設定還好 我覺得意識界 我目前沒有看到意識界的題材 出現30歲以上的魅魔 不會啊 魅魔都幾千歲 魅魔的那個 市民上限都很高 市民上限很高 對啊 可能上一幾歲 那你在做VP的時候 你會刻意再去做 講一些更H的東西嗎 會 要喔 有時候會 你是還是自己想講 還是配合人設 沒有 我覺得它是自己想講 但有這個人設就更更更更 你在借V裝色 我們借酒裝說 他借V裝色 他沒有裝啊 在借V裝色 就是會更容易可以讓你 就是更表現出 平常不敢表現的那一面這樣子 可是你推出了那段時間 剛好有另外一個 也很色的出來耶 誰 你知道嗎 誰 就一個日本的日V啊 不是啦 另外一個日V 我小五 什麼小 小 不是 不是 我們今天每個人身上都超衛星的嗎 超衛星的嗎 超衛星的嗎 真的啊 心事 肉欣欣 那個長髮的嘛 然後紫色眼睛的 他會吐舌頭的 對 然後我組做的很色 VP會吐舌頭 可是我覺得那個就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就是純V嘛 但是我是 還是以實況主為一個出發點 也是啊 對 所以還是跟一般MV路本不太一樣 設定上比較像是 阿梅會 因為這個設定 條件滿足之後會變身變成他 對 沒錯 所以其實還是你 他不是一個V的 新的形象 他不是從什麼異世界出來的 不是不是他就是我 所以就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我覺得 反正看的人都知道 忠知人是誰 對啊 就沒什麼 我覺得這樣設定下的話 就沒有所謂忠知人這件事情了 對 因為我是變身 等於你的外型變嘛 你是變身 對 所以就是淫亂麻煩 可以啦 可以啦 沒錯 你做行 不要用淫亂的笑容看我 你這個講話就傷人了 我是一個靦腆的笑 你說我淫亂的笑容 你不要自己 觀眾自己評斷 我們就長這樣 我們再怎麼笑 我們再怎麼溫柔的笑 都是淫亂的笑 也是啦 我可沒這樣子講喔 金正恩怎麼笑都是溫柔 也不一定啊 梁朝偉怎麼笑 好像有一點 對嗎 不好意思 梁朝偉笑 對不起 收射 還不委屈 會不會想告我 會嗎 對不對 非常抱歉 好這個 你的型態是 上次上過節目的這個Coba 大家畫的 對沒錯 而且我雖然有一點強姦他 就是我就說 我就是這個時段要 你給我出來 他真的是認識很多損友 好可憐 他是不是來我們節目 是他仁正宗得到 最多Respect的一次 然後而且 這件事我在退出之前 我就突然想到 就是我還有掃一個圖數 我說這個我下下禮拜要用 可以跟你趕一下 可以強姦你一下嗎 你是瘋狂灌老闆 然後還要說 我看一下我的時間 我說拜託啦 你回去一定被網友公幹 你的VP就叫拜田拜託啦 拜田拜託啦 叫沒錢拜託啦 好像可以喔 沒錢拜託啦 好像可以喔 很急拜託啦 真的很急拜託啦 拜託啦 好可憐喔 好這個 你的那個皮出來之後 非常歡迎 然後你在投 你是在IG投票 然後正式把它做 其實那時候應該已經可以做了吧 我那時候是已經做 可是我一直以來就是想說 因為我一開始也想說 反正他就只是一個 時不時會變身出來的角色 的一個型態 那要投多少資源進去 對 或者是 我要不要幫他開新頻道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要做到這麼複雜嗎 我就是想超久 然後一開始本來就是沒有 沒有要做這些 可是後來是皮出來之後 然後大家好像都很喜歡 就覺得 而且有一些人就是 就做下去了 對 而且有一些人就是喜歡到 他想要 就只想看我皮 你不想看我們 這個應該是可預見的 這個狀況 可能會年年高升喔 對 是這樣子嗎 沒有啦 我覺得還好 而且就是 反正就是真的有一些人 就是視訊就是說 就是對二次元這個部分 比較有興趣 想要 想要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他們都認真 誰想看男生型態 看你那個V的其他的設定 什麼男生型態 我說亂嗎 我說亂嗎 我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那句實在有點太生氣了 現在在幹嘛 我忘記了 沒有啦 有其他的圖對不對 V的設定 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幫我自己做的 Vtype 宣傳圖 對 因為我有點不太知道怎麼介紹 這一個 這一個身分 所以我就也不是直接打Vtover 我是打Vtype 比較像吧 就比較有這個 V9形象的感覺 那襪子穿一隻也是一個魅魔設定 還是你自己本身 這是我自己本身 就你在家裡 你平常都習慣只穿一隻襪子 這是 我想說很窄啊 然後很邋遢 所以穿一隻襪子 這個就是 這個我光看大腿肉 就知道應該是Clover化的 是吧 結果不是喔 是啦 然後我 這是房間喔 而且重點是 他跟我房間長得一樣 除了擺得比較整齊之外 那就是不一樣 哈囉阿姨 那就是不一樣 對 那就是不一樣 他身為魅魔後面那根綠色的該不會是 不是 超巨大 超巨大 雙頭龍 超巨大 超巨大 來 先點個按摩 那個花瓶下面那兩罐該不會是 不是 不是 黏稠度5的 是正常的東西 是貓抓住 該會是姐夫浩克版本 姐夫浩克type 魅魔聖劍 魅魔X卡里巴 可以 魅魔聖劍很不錯 我覺得可以來規劃一下 可以來換個魅魔聖劍 夏日版本 OK 還是你也來做一個VP 我覺得你很適合 對啊 我也覺得 我不會有那個嗎 有人會喜歡看男生的V嗎 可是你很深陷會感到 而且你聲音很好 你可以做一個 好不好 你可以做一個真的很帥 帥到大家為之瘋狂對不對 那聲音是怎麼樣 就你這樣就好 對啊 就你這樣就好 還你做一個 大好了 還是你全程學那個 因為V他不是有自己人設 他們都會需要經過一個變音的過程 還是你全程學唐老鴨 全程學唐老鴨太累了吧 全程唐老鴨講話 感覺你也可以來一個 全程學我想是這樣 那就不用VP 那就放市場的臉上去就好 你直接用真柯文成這樣 對啊 他皮你摳皮啊 他要摳皮 你要摳皮啊 你是真柯文成喔 沒有 我當然不是 嚇死我了 摳皮 我覺得 可以嗎 沒有 我覺得你可以弄啦 我也覺得 我前陣子也是在 因為我之前也有想說 要用一個這個 因為我平常都不開視訊 對啊 不開視訊 你知道為什麼不開視訊嗎 為什麼 因為他人家都穿內褲 然後我每次回家都會 把饒餓露帥 在門口甩甩甩去 然後我覺得 他就會拿視訊打開要找 他就不是名品 那是包皮 那是包皮 小心一點 我開一個比較包皮 小心一點 好啦不要再折太遠了 沒有 不是我真心的推演可以用 我覺得大家可以 預估一下 我那天看Facebook 可以講嗎 可以 那個耶 有野獸先輩的那個 企業 是真的是他臉 他的眼睛可以動 嘴巴可以動 可是如果你要自己經營的話 就不能用版權皮 對啊 要自己畫 你就算自己搞一個 很陽春的 我覺得也可以玩 可是2D的不貴 2D的不貴 因為現在其實是分 技術是分2D 他的不貴跟 不是不是 這很不貴 現在就是分2D跟3D 然後2D你就是 只要包就是正面 其實基本上只要正面的設定圖 然後請老師幫你做拆分 就例如說 眼睛是眼睛的塗層 嘴巴是嘴巴的塗層 對 拆一塗 然後給動態模組老師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樣聽起來大概是適應 然後抽蛋沒抽到 嗯 不用嘴巴 嘴巴上去就變黑阿婆而已 好啦 那個 講到VTuber 兔田佩古拉 沒黑錢 拜託啦 我們那個好不好 好油喔 佩口茶小姐 成為2021年第一季 觀看時數第二高的女時光 太強了 太強了 他真的太強了 太強了 我就說這個VTuber 直接打到了一個新的市場 老實說 真的 沒錯 我覺得他們其實是 遊戲實況組的 對我來說 以我的標準來說 的終極型態 就是一個實況組 如果可以做到那種程度的話 就是完全體的 對我來說是完美 我一直追求的東西 沒錯 就是你所呈現的內容 是很平面化的 然後觀眾一直可以接受到就是 他們想要的正能量 對 很固定的品質 然後就會覺得說 會跟愛二次元人物一樣 愛著你 對 那你就是完全最棒的實況組了 對啊 是真的超厲害 VTuber就是直接打破了這個 這個 次元的障壁 對 沒錯 真的是脫破次元 對 而且你看 那多少人可以把動漫的女生當婆 那為什麼不能把VTuber當婆 他們會回你話 他會唸我的SC 真的 他還會被騙唸一些色色的東西 對 對啊 而且 這麼多可以選 對啊 每個都可以 而且佩托他是真的 我是有看他一些實況 他是真的超拚在玩遊戲 例如說他可能三天 就會把一代的勇者鬥龍 直接玩完 就他們也 對啊 是真的 是真的很專業 老實說 就真的要幹這行 他們也真的是夠拚的 其實我最近 這個VTuber越來越紅 我一直在想到 以前有一個 在NICO開COD的玩家 你記得嗎 我記得 有一個聲音超可愛的女生 但是他後來露臉了 對 但是他後來露臉 所以可惜他在 皮還沒有 皮還沒有 這件事情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對 感覺他應該也會是 噢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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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那個時候 我就是 看然後VTuber 而且他研究這個市場 我會覺得說 一研究就屌出 因為我是沒有什麼 我每次 就講婆婆婆 但是我自己是還好的 我也是 沒特別熱愛什麼 沒特別熱愛什麼 二次元的這樣子 可是看了之後就會看 我就會看 就會覺得有趣 對 反正我一樣是看實況 我不如看一個類婆物體在開台 而且是新的東西 你就可以觀察 這個現象是什麼 我最喜歡Colone了 還講出來 但我這一塊我真的就還好 我最近很常看的台是橘子的 差太多了 不是有時候晚上沒有人開台 只剩橘子在開 就把它不太點 我覺得他也可以做個VR 就一顆橘子 橘子其實也很VTuber的感覺了 因為他永遠都是長那樣 蝦皮橘子 好像你不能說你錯 他不管 等下是抽了幾次PS5 後面永遠放一個PS5的小盒子 好像你不能說你錯 他也是 實際上是蝦愛橘皮 對啊 好啦 總之 實況就很競爭 但是這次VTuber出來之後 他們就有去歸納 他們最大收益來源就是觀眾的抖內 包含就是什麼那些 任何管道 HC什麼的 對啊 他們有說HOLOLIFE旗下 我們的和絡生活 旗下的偶爪生活 有會長童生可可 獲得抖內金額前三高 第一名童生可可 新台幣3700萬元 夭壽 好強喔 觀眾頂多燒一個房子給我 他們是真的捐一棟房子給他 我的天啊 好狂喔 然後潤與露西亞 新台幣3560萬元 兔田Pecola新台幣2800萬元 真的好可怕喔 這個飼料公司Stream Hatch 他們就有公布說 今年第一季女實況主 HOLOLIFE旗下VTuber兔田Pecola 是680萬小時 與加拿大籍的這個 什麼Pokemoney並列 世界第二 這個女實況主也很紅 這個也很紅 他超紅的 因為他紅很久了 我記得他很久以前 就爆紅到現在 沒想到被V幹掉 真的耶 真的好誇張 好可怕喔 對 太強 然後HOLOLIFE最近就很強大 連日本這麼 我覺得日本是很排斥 有一點 我覺得他們企業有一點排斥工商 明目張膽的工商這件事情 是喔 日本文化 對 他們會覺得說 希望說是 純潔無瑕的 這真的有玩 真的很投入 真的也很喜歡 不要同臭味 同臭味鬧 沒有 真的很喜歡 那是真的熱愛這個的話 那可以商業合作 可是你也要展現出相對的熱情 對 那我們不是 我們就是錢給我來這樣子 對 比較不能這樣 現在比較開放一點 現在就好一點了 尤其V出來之後 以前的那些老廠 他們甚至連實況都不讓你實況 有沒有 那人龍之龍上去 我直接給你砍掉 對耶 那人龍上去我直接給你砍掉 YouTube直接砍掉 但是現在呢 因為我們的HOLOLIFE太強大了 所以連這種人龍 經典回歸魔界村 205RE這些 通通都是工商 所以他才是 通通都是工商 對 所以就是很猛 就真的很厲害 他們就是真的 我覺得 有打破了一些 轉換了一下這個市場文化 對 打破的不僅是我們的次元 甚至連這個 廠長倔強的心 他現在真的是有在 都被融化了 有在證明 就是日文是世界語言 因為是真的超多人根本 其實像我就是也看不懂 其實我也聽不懂 日文什麼的 可是 我剛剛還正常講 就是你的那個VP的設計 他們寫了一堆日文 但下面寫了一個中文工理 對啊 Tag 中文 中文 對啊 怎麼樣 在黑帥 我過我想要的生活 這就是日文 真的很猛 是真的 像我其實還是會看他們直播 就是當下 根本就沒有人會翻譯 可是我就發現他們聊天室旁邊 就是會有人 特地為了其他國家的人 然後即時翻譯給他們 好可怕 好愛 超可怕 社群的黏著度很高 可是比如說晚上半夜 掛Colonel台 聽久了之後發現 好像開始聽得懂了 是吧 好像漸漸覺得 因為他們 就真的個性滿平面的 所以 講的話 就實話沒有很快 因為他不會真的跟你講一個論 論調還是什麼幹嘛 他們就是很娛樂的在玩遊戲 所以感覺那些自製片有些人都可以聽懂 好像稍微聽得懂 你自製片會高一點 會有很多常用的字出現 聽久就知道什麼意思 比較日常 我是沒在看 但我知道佩可拉就是 佩可拉這樣子 好歧視喔 但是好像是 不是是嗎 就委屈啦 我前一天還跟朋友 幫我聊天聊到什麼 然後他說 你可以學一下佩可拉 我說我沒有看啊 佩可拉 好像耶 我沒有看 我只是隨便學一個 可能叫佩可拉的神奇寶貝 對啊 那兔田哪有在 4月1號余人節的時候 公布一個新的勞服造型 還滿可愛的 來看一下 超級可愛 入獄啦 入獄啦 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超級可愛 而且他還 他還把這個造型 然後配合他的那個 麥塊的實況 他就幫他的麥塊房子裡面 真的打造一個監獄這樣 然後他就說 我今天要來做我自己的監獄 所以他是監獄兔 對 他是監獄兔 很可愛 好好喔 魚打臉 魚打臉 我知道吧 大家應該知道吧 好老喔 那個時候監獄兔出來的時候 也是尼公尼公剛出來的時候 對啊 有這麼久了嗎 有 有很久了 我前幾天還在想 有哪些 這種我們已經遺忘的 很久以前很紅的這種角色 算了 我跟你講你越想這些 就真的是因為你越老了 不要再開玩笑 真的越老 我們今天都老 而且我們下一派是越老主題 越來越老 不是那個越老 不是越來越老 不是越南老人 不是越下老人 也不是越南老人 就是越來越老人 也不是越下老人 越來越老 越來越老人 你小心他 你小心他 那是越南大戰的俘虜 那不是越南老人 你小心他 他也不是老人 他因為被撫飛沒有剃頭 算了 算了 好啦來講遊戲了啦 F1 2 浴火重生 我直接玩的時候 你幾千年又要發作了 我留下了一點感動的淚水 真的 最近他有單人測試版 他前面有一個媒體的 Alpha Test 然後後來也有就是 隨機抽一些 有申請的玩家可以玩到 其實我本來會覺得說 二代好好的 因為我本來還是會有玩 原本的二代 我還是會去玩 幹嘛 我想說有什麼 幹嘛重置 對啊 結果打開的時候 直接玩了10個小時 對啊 直接玩10個小時 但是因為你二代玩很兇 所以就是 我二代玩超兇 就算是英文版 就是你也適應得很OK這樣子 因為台灣一開始也沒中文 對 台灣一開始只能買水貨英文 因為我是要跟大家講一聲抱歉 因為你不會英文 我有拿到那個測試這個 但我不會英文所以我沒有玩 OK啦 對不起 那你要不要給我 果然是中文文明 好像可以喔 你真的有要是不是 已經結束了啦 結束了 對啊 13號結束 可惡 13號不是又可以那個了嗎 還是 正式是什麼時候 還久了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可是真的好爽 而且 真的 而且我覺得它最酷是 它按一個鈕 它可以直接切回以前的畫面 真的 它可以玩到一半就是按一下 就過去 而且它可以按 Zoom 你可以Zoom的人物 可以靠近看 所以你可以轉成以前的 然後再靠近看 然後看到那個極度低輕的世界 天啊 很舒服 感覺你很滿意 我超滿意的 對這個是非常沒有滿意 因為我本來會覺得說 因為原本是那個點陣 因為點陣在畫人物的動作的時候 因為它是用影格去拆解動作 所以它有一些影格可以破壞 所以二代的時候打起來很有魄力 但是3D你魔劍好了 你就只能去拉那個魔 對 我本來會覺得說 那個打擊感搞不好會比2D相對差 但是不管 可以刷 沒在管 好爽喔 好好玩 而且就什麼東西都 它什麼設定都沒改 它只有箱子改大 所以以前的記憶 交戰記憶全部都回來了 好爽 好好玩 全部掉出一堆老人 好爽 好吧 總之它們這次呢 你可以完整探索前面兩個章節 然後它有開放就是 野蠻人 法師跟亞馬遜 對 就是三個這個 玉三家 對 玉三家的感覺 就人氣最高的三隻 那這次測試沒有等級上線 不過它只開到第二張 所以真的也蠻難練 也蠻難練 對 第二張打完 順順的打完 就是在一人難度下打完的話 大概不到20等 對啊 所以你硬要在那種區域硬練 就有點困難 像我練到25啦 受不了 到底刷多久 到後來就不是很好生 後來想想算了 沒關係 就等它這次版再說出 就別再吃了 反正它都現在 測試版都會讓你這麼滿意了 測試版應該不會 對啊 我覺得反正 反正因為我早就預購了 它有消息我就預購了 所以 我是沒關係 反正我就是除 那這邊想說問大家 有沒有什麼 小時候有不顧一切玩遊戲的經驗 我就直接在這邊老實說了 我就是玩 暗黑2跟摩托3 玩到高中退學的 什麼 對啊 沒有別的理由 不用再找藉口 我好像沒 不用再說 是不是在學校受到霸凌 沒有 是在聖休亞瑞說的那樣 就是真的打電動 就真的打電動 我好像就是只有暗黑破壞人3 因為其他的網紅遊戲什麼的 它有更 方便的輔助程式 剛剛什麼 剛剛施放 剛剛施放 剛剛是超級瞭解開啟嗎 小黑窗 小黑窗 可是你是到大學之後才開始 比較頻繁打遊戲的啊 對 以前不太打電動 對 以前真的不太打電動 對啊 都是它那個被害影響的 大學的時候 我是有 你不要自己爛虎要別人生 我碩士咧 你有嗎 碩士學位 學死 拿學歷壓的 學歷巴鈴 那你玩啥 我是有兩個原因重疊 就是我那個時候有朋友 揪我玩魔獸世界 然後那個時候我失戀 然後我就 失業了 不是 我就被二 二一 二一 單二一而已 沒有雙二一 然後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是 阿姨就是二一 阿姨不要解釋那麼多 就是二一 我是單二一 沒有 因為雙二一才出事 有一些地方單二一也會出事 所以二一就單二一 我們就要學 還好啦 微學店 好啦 可以吧 可以啦 雙二一才出事 所以我那時候單二一差點出事 但沒出事就還OK 所以你是玩魔獸世界玩到 對 我是玩魔獸世界玩二一 所以你 原來你也是三口三玩家 我是 我很久 我好像沒有 沒有 我真的 我真的有拼命 熬夜 熬到琉璇寫完 那只有RO 小時候的時候 蛤 我以前也是玩RO 可是我沒有服務面 對啊 RO不就是 對啊 他手動玩家 往前移動了時隔 遇到了沙妖 不好意思 我是尊貴的三個帳號 九隻角色 全部手動久久轉身 再練到99等 然後把帳號賣掉 賺六萬塊的小學生 Woo Woo RESPECT 純手工 跟你們那些姿勢做的新竹共玩 就是Muchelmuchel 我們就是火雞姐 把把一顆一顆都打出來的 太花時間了吧 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沒有想過有人 就是轉身念99居然會手動 我從來沒有想過有那件事情 我手動 我是國中的時候 我手動 而且我國中還是 念詩力學校還住校 所以我是週末的時候手動練 你到底怎麼練的 而且我還碩士學位 又來了 又來了 學歷霸凌 我自己有一段時間 是非常喜歡玩各種線上遊戲 然後每玩一款 就想辦法衝到伺服器最前面 然後就不玩 你那段時間是哪段時間 什麼吞食天地 吞食天地 童話那年代嗎 差不多 更早 可能更早一點 我們那個時候 瘋狂坦克之前 太久了吧 太久了吧 那時候覺得現場遊戲 不用錢太爽了吧 所以每一款都想玩 對啊 然後秒是台幣戰士 爛 手動戰 這樣 現在自動戰 台幣戰 下載一個遊戲 先把它全部的禮貌 刻起來 自動戰都FOTO 沒有自動 沒有自動就準備 你被招到我長按圖示三秒鐘的自裁 三秒鐘 三秒鐘 有沒有找證券 我把你刪掉 按起來之後你看 他在抖害怕 就是在抖害怕 你甚至還沒跑完教學 他被刪掉了 超過分的 好 下一個 我們的家機相關的新聞 任天堂 香港宣布成立台灣分公司了 OK 那在這次宣布之前 其實台灣的這個 都是進口的 然後會有代理商 這個展記國際 傑士登這些公司 這樣以後我們那個 Nintendo Online 終於有那個地方可以選 很多人會希望說 趕快出個台灣區商店 不要每次我們買東西還要 還要換區 換區麻煩 還要換區最便宜的區 麻煩死了 沒有 我們這個 這個是就算有搭還是會做的 我是沒有 我是滿最快的 反正呢 講一下歷史好了 以前在1991年的時候 任天堂就已經在台灣 有成立分公司了 那個時候是 是什麼 復天還復天 不知道 普天吧 普 普天 那個時候 因為剛好遭遇到任天堂 比較不好的時候 比較示弱的時候 比較示弱的時候 比如說 他們有出台灣版的那個 中間有一段出了台灣版的 什麼3DS 3DS 賣的就是奇爛無比 我也不知道這個idea到底是怎麼來的 總之反正經歷過很多 然後Wii也沒有那麼強勢了 所以2014的時候就結束台灣業務了 然後現在就變代理商 但他們現在就是要 他們決定要創辦公司了 所以大家當然會希望說 希望有這個線上商店啊 然後台灣的 對啊 E-Shop啊這樣子 對啊 就會希望可以這樣子 那大家也會這個 期待就是說 台灣會不會就是 因為那個Switch有些地方 那個生產線也是有受到疫情影響 然後也是有那個 那個缺貨的問題 雖然沒有這個PS5這麼嚴重 PS5到底還沒在生產呢 其實我已經不知道了 我覺得他們其實好像有點放推 他們想說好像我們遊戲也沒有 他們好像那個 他們如果是集資材率 他們要把工廠全部框起來 但是還沒有點那個生產 對啊 還在想 還要算了算了 再囤一下 可是快了吧 那個20古堡不是也快要發售了嗎 我就不知道啊 不管了 反正 我的PS5到現在都好沒有 反正這是任天堂的消息 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再來這個 Epic跟Steam的大戰持續 Sony加碼2億美元戰略投資 那ABGames4月13號宣布已經完成了 10億美元的融資了 然後呢 本輪融資還包括Sony2億美元的 戰略性投資 而且去年Sony就已經投資2.5億了 總之就是Sony可能 反正你們兩邊我都 我都試試看啊 我沒有立場啊 兩邊這麼棒 他現在就是軍火艙 對 我覺得有一點 我提供軍火 我提供你們一些武器你們去打 對對對你們去打 打完了再跟我講是誰 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那 前幾天就有新聞有講到 就是Epic前一陣子不是都是那個 說送遊戲送送送 然後超多遊戲嗎 很長欸 然後大家都一直在那邊分享說 欸這個謝米會趕快去宰 你去宰 抱歉了個資 抱歉了個資 對啊 但是其實 他們就有公布那個後台數據就是說 不知道高達幾成的玩家 至少有八成以上 沒有人消費過 全部都是領Game的 廢話 都是要 對啊 其實我也在想說 你一直在送東西 那樣感覺 你是一個送東西的平台 對啊 大家就會習慣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幹嘛買 反正你會送啊 對 你會送啊 你也不用逢年過節你 你偶爾送我就上來領 我就玩啊 怎樣 反正我個資都給你了 對啊 那我就玩 對 但我就是不消費啊 或者是 我還是有這個資安疑慮 對不對 那我就不要綁我的信用卡 我就只想要領東西而已 搞不好也有可能 我不知道他詳細是怎樣 我就把我個資當錢 就給你這樣子 老實說個資 我個人是覺得 真的不值幾個錢 我自己是怕了 我只是覺得 太常被盜刷了 你那個不是個資的問題 是你木馬的問題好嗎 跟各天有一點關係啊 他如果不知道是我的話 他也不能刷啊 我從那種晚上跟朋友 出去吃飯出去吃 第一手機想 在哪裡刷400多萬越南盾這樣 真的假的 對 我從來沒有被倒刷過 你想試試看嗎 我先不要 來我家 隨便找個網頁登一下你的帳號 你這樣為什麼不重弄你的電腦 我重弄很多次啊 還是沒有用 對啊 那整台換掉也不行 我覺得可能那個毒是在我體內 照個X光 天使蟲在我肚子裡面 還是有病毒可以 居住在你家的路由器 我覺得不太可能 應該不太可能 應該比較有可能住在我體內 我覺得蟑螂比較可能住在他家的路由器 病毒可能是沒有可能 總之就是 他們其實算一算之後 他在這個競爭過程 他要跟其他的這個線上平台 比如說Steam競爭 然後他已經那個 他代理要 遊戲會抽成 會跟 要Epic付錢 他2020年已經虧損了2.73億 2021虧損了1.39億 1.39億 超大的一個1億 1.39美元 算了 算了 賺班了 那個成長幅度很大 對啊 總之就是 但是他們的這個用戶的確有提升 但是這個算是血戰 我老實說 用錢堆起來 對 但是其實他們的之前的Fortnite 真的賺很多錢 所以他們整間公司是不會到賠 但是只能說在打行銷站 跟Steam 還有什麼iOS這些東西上面 真的花了好多好多的錢 沒錯 對 然後總之就是這樣 因為那個 他現在2020年有5600萬的會員 但是這5600萬呢 都是免費宅 對 八九成的人 都是沒有消費過的 那個比例根本就是 免費手遊的玩家 跟課金玩家的比例 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對 沒錯 所以那樣子的話就 等於說很難去撐起 而且 有些人消費 搞不好就是買個2.99的遊戲 有可能 對啊 你整個平台那個 你下載費都不夠付那個 對啊 所以就是這樣子 總之就是可以持續關注 這個 我覺得Epic算是很拚 但是他們其他的業務 的確是做得不錯 還賺錢 像他們那個 Unreal的抽成 Unreal引擎 只要你公司 遊戲公司 100萬美金以上的收益 還是怎麼樣 他就會抽他們 對 好像就是抽5% 你用這個引擎做 我不抽你引擎錢 你們都是要用收益 賺翻了 對啊 要賺翻 但他就賭嘛 你不賺錢沒關係 那他就算了 你賺錢你得給我一點東西 對啊 我覺得算合理 因為那算是很高級的遊戲開發工具 基本上他真的要賣錢的話 其實是可以賣很多很多錢 授權費之類的 那他就才抽的 那現在遊戲 這麼多遊戲開發者都有遊戲夢 然後UE也是滿多人用的引擎 這也是 OK 下面一個新聞 是世紀帝國4 釋出了時機遊玩畫面 然後他預計秋季上市 還是淘金英配音的 這麼厲害 希望他配音的時候 這是不要喝醉 對 那微軟2017年的時候 科隆就已經曝光了 那個 那個我們的世紀帝國4 他那好像就是一個圖吧 那經過4年的時間 他們在上禮拜這個發表會 終於宣布說開發完成了 還公布了5分鐘的 時機試玩的畫面 那 他裡面有包含就是遊玩的畫面 還有就是有哪些文明 然後有什麼戰役可以選擇 那他們是預計今年秋季在這個 Windows 10商店Steam還有Xbox Game Pass For PC正式發售 那我又可以玩了 來看一下 圖片我們來看一下 太偶了 OK 看不出來是TOTA WAR TOTA WAR還是十幾 你不跟我講 我還以為是對比度挑很高的 智狼開頭動畫 這個熟悉的展相 還是 還是是這個寫實版的戰爭模擬機 你知道 還要我們的 巨型投石車 還是我錯覺完講 怎麼覺得今年很多情懷作品 為什麼 是嗎 因為新的IP很難 很難撐起來 很難撐起來 有點冒險 舊的IP 因為我前一陣子聽的那個 就是 人家的分析就是說 現在就是 遊戲的類型太多太多了 然後各種玩法 各種創新 很多人都試過了 該爆的也爆了 該紅的也紅了 所以現在最好的做法就是 把一些IP套上這個 新的皮 套上這個 就是以之可成功的玩法 會比較保險 對啊 就是 我一樣都玩街頭籃球 那我幹嘛 那我就玩冠籃高手 因為我知道裡面的人物 我不會玩一個新的 什麼設計 那個特別的那種 什麼街頭籃球 就是這樣 都要找舊IP來做 舊IP啦 因為舊IP剛好是現在 社會主力消費群 你吃不吃嘛 吃嘛 對不對 買嘛 你叫我再買三套送人 我都願意 即便爆血最近這麼的 對啊 我都還是會吃 老實說 那你要送我們嗎 你不用吧 你怎麼這麼call啊 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 連幫忙買杯咖啡都不願意 不是 是你要的時候 我已經上來了好不好 那你不要把你那杯給我 太過分了吧 強盜 強盜 那這個世紀帝國4呢 他會跟你之前一樣 也是這個中世紀 不敢亂改好不好 不敢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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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按照之前的 大家記憶中的那個樣子 這個是不能改的啊 你如果就是想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有什麼進步 什麼創新 完蛋 大家小心 有很多前車之間很危險 世紀帝國直接改成一個 這個背景在太空這樣 完蛋 對啊 世紀帝國好不好 帝王時代再上去 宇宙時代 完蛋 而且名字還叫 新海帝國完蛋 完蛋 完蛋 還涉嫌抄襲 完蛋 完蛋 沒有 從波斯戰相變成 波斯戰相戰艦 戰艦然後前面還有兩根牙這樣 危險 太扯了 危險 對啊 對啊 所以現在我覺得大家就是 爆掉的這個 這個創意度 會讓他們那個冒險性 很害怕 前車之間很多 總之他們就是一樣 以中世紀為背景 遊戲目標一樣是選擇一個文明 帶領這個文明 然後呢 讓他們慢慢進化 他說剛上線會有八個文明 然後每個文明都有不一樣的特色 OK 那八個文明其實超級少的 超級少 因為LC到後面 很多耶 二十幾個有吧 有到這麼多 有啊 有有有有 那個選軸一拉下來 一長條耶 我還以為在選新北市的區域 還好像十二個吧 還這樣 還十二百兩排嗎 很多啊 我記得很多 我記得有二十個 因為後面有更新好多 什麼韓國啊 那些都是S型的 韓國是比較後面的 對啊 就很多 而且反正都已經是 有些那些歷史根本就 沒有搭在一起的 管他的 管他的 張飛打岳飛 不是有些國家 他們建國跟王國的時間 根本就沒有湊在一起過 對啊 但是不管 張飛打岳 以為大家來打 所以他這次有可能也會 像之前一樣 就是出很多後續的 就是漸漸在開其他的文明 我覺得要看這一個 一開始的這個Vanilla 就是無印的時候 賣得怎麼樣 要看賣量 我覺得他們 以現在遊戲開發時程來講 他們一定會先做好 比如說十六個文明 然後就開賣 然後先賣八個 然後再陸續開放 再陸續更新 比如說兩個文明開 然後真的覺得 怎麼樣的時候 我們將在十二個文明的時候說 就是中止開發了 然後變成維護 然後再把後面那個四個文明 慢慢的放出來 偷偷的放出來 對 這個免費的你放出來 然後再改去研發一個 世界第一國或M這樣子 世界第一國或M 對啊 反正就類似這樣子 他說這一次他們會有完整的 線上多人系統 然後他們還是期盼能讓學生們 透過遊戲加減了解一下歷史 真的是只能加減 很難吧 沒有 老實講 世界第五二的時候 有辦法學嗎 他們的戰役是史實 就是故事模式 亂教學模式 對 的確會有一些史實 但是這個線上對戰的部分 不是史實了 史實比誰的遊戲還比較快 沒有史實 沒有史實的部分 對 大概是這種感覺 可以 至少可以學每個文明的差異在哪裡 因為就是至少 他其實那個時候 以前大概在選文明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簡介 對啊 還有就是他們不是會有種族特性嗎 然後就會 至少可以學一些 科技術也不一樣 對 對 加減 他用加減是真的 很加減 真的很加減 加減語言還不錯 因為他那個 進去的時候 對 那我還沒說 Tentico會Tostingo 那個語言沒有 沒有地方可以用啊 不對 不一定啊 你現在學史實體我講話 跟我說Tostingo 你還是知道我還講這個 那些我們是講共同語言的人 我們都是宅男 對啊 好 再來這個 下一個也是回憶 小朋友其他教2 重製版 確定開發 那 之前那個 志祺來的時候 我們有介紹過啊 就是小朋友其他教2 那 他是由這個 小熊 這個 開發者就叫小熊 志祺來那個 不是 他叫 然後還有這個 黃浩然 他在1998年開發的LF2 Litle Fighter 2 Litle Fighter 2 那在之後的10年間 除了Online以外 也出過各種不同的特殊版本 那也很多人真的很死忠 而且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憶 那也有這個粉絲自製動畫 超級高級的3D 那個斜軌的戰鬥動畫 超級厲害 那最近呢 他們開發人員呢 這個小熊他說 他在個人的Twitter上面宣布說 他在左手進行製作重製版了 就是原作者自己說他在做重製版了 原作者自己在 自己說的 自己在他的Twitter說的 那他也試出的就是Davis 就是 Davis是刺胃頭 每個都把刺胃頭 灰頭髮往前好像是Davis Davis是藍色衣服刺胃頭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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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衣服刺胃頭 UNIQLO的服裝 人氣最低的角色 最普通 所以普通 普通 就像射氣功炮那個 所以人氣最低 誰要 好 管他的 反正呢 他就有那個 反正就是要重製了 另外一個他要說 關於遊戲開發資金的部分 他們會說用這個NFT的方式 目前最新出售的Davis GIF2 任交金額達23萬台幣 這個NFT是一個新的區塊鏈技術 滿特別的 就是它是儲存在區塊鏈上面的數位資產 我不知道他NFT全名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 not for teenagers not for teenagers 青少年不年紀的 所以進去會有 未滿18歲進入這樣子 沒有啦 反正 因為區塊鏈是去中心 然後公開透明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這個藝術品是屬於誰的 我有投資物就會有我的名字 你應該說 以前是那種什麼拍賣場買畫 你買到之後你把畫拿走 那現在不是 他就是中間的 把這藝術品公開 你買了之後全部人都知道你有 全部人都知道你有 所有的 所以對有些人來說 這個更秀吧 好爽喔 要是藝術品被拿走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個是你的 所以 對 應該說很多人標下了畫 他會想讓大家知道說 是我買的 他不一定是要炫復 他可能也是讓大家說 因為我很有藝術見賞力 我很喜歡這畫 然後所以我很喜歡買下來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欣賞它 所以我捐給什麼 什麼蘿蔔公館 什麼博物館 對 現在這種劇中心也是這樣 因為現在很多這種藝術 其實是數位資產 你說一個影片 你要怎麼展示給大家看 其實就只能這樣子 對 這種數位資產就是 你買到的話 你買加拿追求的 就是你有這個所有權證明 大家知道你買下來就好了 這個是這個 就是把它藝術品證券化 前一陣子這個Twitter創辦人 Jack Dorsey 他的第一則Twitter貼文 他最終以1630.58顆ETH成交 ETH是什麼 是以太嗎 ETH 以太幣 以太幣 我猜了 我沒有 差不多 因為現在1.5萬多塊錢 然後價值是7,849萬台幣 就是Twitter的創辦人 發的第一篇推 然後大家覺得很有經驗價值 然後去競票 天啊 這樣也可以喔 有沒有 屌了吧 對啊 你看你努力一點VP也可以賣 真的耶 這樣也沒有出配性 你的精華也可以賣啊 真的耶 我們那個才知道的那個 我們先 對啊 才知道那個4次精華 4一次比出 比出4 對不對 找到4一次第一次上統城電台這樣 還是基塔的時候 對啊 對啊 都可以都可以 總之 總之 小朋友 基塔教這個 這個 那個 作者 小熊表示說遊戲完成後 他會希望可以上Steam 然後如果但是NFT如果很成功的話 就會推出不用下載的免費網頁版 我覺得他用NFT 真的好聰明喔 我覺得他好 好特別 好勇敢 因為我覺得募資現在大家已經陷入一種就是 聰明的人懶得用 因為要跟很多笨的人混在一起 老實說我覺得現在募資有一點這樣的狀況 就是有些人就是 我弄一個什麼東西 我也丟募資 我弄一個什麼東西我也丟募資 那是募資蟑螂你知道嗎 那就是我什麼東西就敢 反正募成功就算 沒有成功就幹 當垃圾沒差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好東西 有可能會被埋沒這樣 我覺得 然後 就是而且募資平台也開始 大家也在搶這個生意 然後真的感覺能成的也比較硬一點 所以這種去中心的 就是對這種募資 想要參與募資的人來講 搞不好還 我又少了一層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價值感 就是比較有那種 還是真的有價值對抵的感覺 我覺得有趣 而且剛好這個年代已經是 大家對於虛保這件事情 已經不是什麼大驚小怪的事情 會認為是一種有價值的物品 像我們小時候 你那天堂的劍可以拿去賣 全部都嚇死了 真的想說什麼東西 對啊 我那時候在 這個為什麼 天幣1比1耶 莫日到 我剛玩的時候 天幣台幣1比1 1比2 我剛玩摩世紀的時候 金幣1比5塊台幣 對啊 我剛玩好後的時候也是 有嗎 有這麼貴是不是 以前很貴 超狂 有這麼貴 你就會覺得太扯了吧 然後我說我創個角色 身上有三根蠟燭 三根蠟燭一根賣3塊錢 我創一個角色就有9塊台幣耶 狂創人物狂撿大廚狂賣 下一個版本 大廚變成沒有錢 等一下 天啊 我要懺悔 這一開始有這麼貴嗎 十幾年前 不是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飛行坐騎剛出的時候 我不小心A了我朋友 一隻飛行坐騎 然後那個時候飛行坐騎超貴 沒有 那個到飛行坐騎的時候 要70幾隻耶 可是到飛行坐騎的時候 那時候機器已經不值錢了 已經不值錢 我說的是以前 不要難過 不要難過 那個時候大概只剩35萬了 就還好 沒有吧 不要多貴吧 比真的摩托還貴 天啊 嚇死了 嚇死了 OK 好 最後一個是這個 快達旋風的Ryu 我們的 龍哥 武功最強但最窮的龍哥 他進駐了這個金剛戰士網絡之戰 這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 電視劇 那個戰隊系列 我們上週有講那個戰隊系列 因為美國也有自己的那個 像他們93年也有出過那個金剛戰士 就是 GoGo Power Ranger 其實金剛戰士應該是那個百獸 好像是百獸 好像是百獸 的美國版 就這樣子 然後 總之他們就是 等於說有自己美國的色彩在裡面 然後他們這次宣布跟快達旋風主角龍聯名 OK 看一下 是快達裡面的 快達裡面放戰隊的皮這樣 不是嗎 那個是格鬥 那是別的格鬥遊戲 這金剛戰士 網絡之戰是金剛戰士的格鬥遊戲 等一下你們學的圖 不知道這截圖是神像 全部都是特效 只有漏點是不是 這個 這個遊戲真的很誇張 它只算特效是不是 這個遊戲 沒有看到那個型態 總之就是有這些 反正就是有一個特別的合作 那講到這個戰隊呢 上週我們那個假面騎士劇場版01 聖聖劇場版我們的 也有抽獎 抽獎的電影票 沒錯 我們有中獎名單 我們來看一下吧 OK YouTube這邊呢 有傳說中的Lulumi 張逸祥還有沈曹怡 那Instagram是 然後底線0926 還有BlueScore510 恭喜幾位獲得電影票 恭喜 恭喜 記得視訊我們的粉絲團 記得去看喔 好 那我們這個 第一part就差不多這邊了 大家也好啦的夠了 下一part 眾所矚目 沒錯 有沒有 曠南院女最愛單元 誰來晚稱 不是 因緣來相見 原來已經有正式的單元名稱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式 搞不好下次又叫做什麼 搞不好下次又是月老舊舊我 現在是月老舊舊我 沒有 他說是正式的單元名稱 我們正式的單元名稱 越來相見啦 OK 這樣就要這個啦 那我們改一下吧 改成越來越沒人愛這樣 不要這樣啦 都是越來越沒人 好不好 好 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等一下回來